Q彈王臉 起頭路 押忍馬 整體 當然不好啊 對啊 我們教練場要加油 表現不好啦 先來那個洋頭的表情 洋頭 算還好 安打被打多一點 如果四局掉一分 還算 整體看起來還算 還要再看啦 一場不準 就是說他也被打了很多安打 但是內容又沒有說很差 又只掉一分 五個投手都有四分 對啊 其實 中繼先發投手換下來 中繼上去的投手當然是 光是三個投手 投了三局 就 就投了快快要一百球了 就表示他們這些投手控球都有問題 控球都有問題 那 有時候你連好球都投不進去 這個是有點麻煩 所以 投手教練這一環 就要特別注意一下 對啊 會不會是 我不知道啦 反正 是心裡害怕還是什麼 反正 壞球投很多 那你 我常常講說 不要老是到懸崖邊 你才要行過來 要投進去 要投進去 你也在爛嘛 你只想要把 把球投進好球袋 那你沒有用盡全力的話 你那個球的旋轉就沒有達到標準 沒有達到你原來的那個旋轉的 那個轉速 那你的球 就我們平常講的 要比空空啊 空空就好空啊 因為你沒有 後面沒有那個開墊嘛 你就 就會好打 所以 當你控球不穩定的時候 一定是很麻煩 對啊 每次都是 人家打著你都壞球先來啊 先來個兩壞球 甚至於三壞球 你要怎麼投 連守備都很難守 張毅的部分 因為 像董事長領隊是說 如果不影響到現在順手的發揮的話 是用持開放的態度 那董事長怎麼看 張毅呢 因為張毅我跟他本來就有熟嘛 那我去日本有跟他就是說 找他私底下有談一些有關這方面的事啊 那後來他也就是說 覺得我這樣講是有道理 就昨天嘛 昨天我們接到他經紀人的那個電話 所以說他能不能到台港來 就是參加這個東盟 那我覺得說他也是台灣的選手 他能夠回來他很好嘛 那也利用這個時間 讓他保持手感 那我就只是幫助他就是OK啦 那當然來 我們還是以訓練我們台港的選手為主 那主要是他還是會上場 只是說可能沒有辦法說 像我們的球員這樣固定的 每一週一場先發或是什麼的 但是我們會盡量排他上場 讓他維持他的手感 那他也有一段時間沒有正式比賽 他也需要去 就是說在我們這一隊訓練 然後偶爾比賽 就是維持他的一些戰力 然後慢慢的讓他的原來的實力可以提升 這樣我們的用意是這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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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